請問各位同學準備好了嗎? 加油團準備好了 還是啦啦隊要先來一下 啦啦隊準備好了沒? 好! 來!無料疾風! 中央生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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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問各位同學準備好了嗎? 不要緊張 接下來就到時間交給各位 好!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們是炎華的智慧小幫手 EUROBOT 接下來 大家就跟著我們一起 進入智慧秘書的世界吧 Review of the future Change your world Change your life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還記得 當時在兒時記憶中的 跟媽媽一起上菜市場 賣菜的畫面嗎 我相信 大家 這時候心裡腦袋中 都有浮現一個畫面是 我肯定 這時候 當時會跟老闆 在剖鋼琴 在三公六婆聊一些八卦 但是 現在呢 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 我們現在只要有一台手機 一台iPad 一台電腦 我們就可以完成所有購物的行動 並且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一定也都有 不夠我們的經驗 我們試著想像一下 在未來的五年 我們的錢包裡 裝的不是紙幣 不是信用卡 甚至我們出門 不需要帶錢包 我今天走進一家店裡 是一隻可愛的機器人迎接我 甚至他記得我所有的消費習慣 甚至他還會推薦我 我今年肝癌的是 母親節禮物之神 此時 正式宣布 我們的智慧能獸時代來面 縱端整個能獸展驗 現在還有許多的靈獸業者 沒有感受我們智慧能獸的趨勢 因此 他們在經營上面 面對到的許多困難 像是顧客在店裡面 會排隊後多時 甚至是我 他會 店長會依照他們的消費者經驗 依照他們的經營經驗 來去做決策 Ushel Plus 就是來幫助他們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並且跨越這個障礙 讓他們影響未來的回送思念 像是我們Ushel Plus的 門店效益分析 可以幫助這些零售業者 分析顧客的行為 以及餐廳排隊等候系統 我們可以解決零售業者 他們店裡的顧客等候多時的問題 這些數據 我們會一次收集到 Ushel Plus的雲端 並且進行大數據分析 由總部進行全面性的管理 讓這些零售業者可以做出最正確的決策 Ushel Plus如此的美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實際上這些零售業者 對於我們英雄 Plus 以及自然英雄的第一項 到底是誰 餐廳對於 智慧能收這方面的發度 是非常地靠近 對於監工時刻的時候 常遇到的是 客人要出的等候 我們會希望說 有其他管道 或是資訊能夠去做我們解決 這方面的問題 就是實際上的設備 成效會比較不妨 那我們從影片可以知道 其實現在很多實體的零售業者 他們其實遇到很多問題 但是他們卻不知道 用什麼方式去解決這些問題 甚至他們想要 用這些方式解決 但是他們沒有管道去解決 並且他們擔心 我們花了這麼大的成本 導入這些IoT設備 擔心它的成效會不佔 因此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面臨到 智慧雷獸這個產業 市場接受度 還沒有這麼高 以及我們Ushel Plus的知名度 還不高的原因 因此 我們要發展出 一系列的行銷計畫 來幫助解決Ushel Plus的知名度 不足的這個問題 首先 短期 我們要建立全面的 跟Ushel Plus 以及我們顧客之間的關聯 來達到招募我們的新顧客 以及讓他們願意留下資料 成為我們的會員 再者 中期的時候 我們要用 歐主公社群行銷的這個策略 來增加 炎華以及 我們顧客的溝通 並且讓他們了解 神訓Shel Plus 什麼是智慧零售 到了長期 炎華要成為 大中華地區智能4.0的推手 也就是說 我們不是只有做Ushel Plus的知名度 解決這個問題而已 我們更要拉攏我們的 一個考驗 零售商 構創一個智能零售生態體系 接下來 在我們的短期 我們要接觸大中華地區 零單十萬筆 也就是這十萬筆的 Tark Unions 將會留下他們的資料 進步與我們接觸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Android的綠色機器人 我相信在大家的腦海語 印象都非常深刻 這是一個在Google裡面的一位設計師 Euronaut Black 所設計出來的 非常簡單的一個 容易辨識的Icon 在當時發表出來的時候 非常多的人 對這個Icon印象深刻 也承諾帶起Android的知名度 因此 Android有綠色機器人 我們研畫用Eurobot 透過簡單的藍色的設計 呈現出專業以及輕盒感的虛擬代言人 我們還要扭轉原本 研畫只是以工業電腦為主的 這個既定認知 加深這些零售業者 對U-Shop Plus的形象 並且我們還要達到 降低這些零售業者的進入門檻 因為這個產業對於他們來講 是非常不熟悉 這種產品 對他們來講是非常深色 因此 我們要透過比較 心合感的虛擬代言人 來以他們能夠理解的互動模式 以及前線移動的說明方式 讓他們更了解我們的產品 最終 我們要做到教育潛在顧客 也就是說 我們要讓這些Retoler知道 智能移送是他們為了必須要做到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研畫會透過社群媒體接觸 Google關鍵器的接觸為開關 進行一系列的U-Robot活動 像是我們有U-Robot的網邊優化 U-Robot的線下EDM 線下EDM 以及我們的線上U-Robot的EDM 甚至還有我們的U-Robot影片 我們最終的目的 是要達到 讓這些X-U-DIS留下網的會員資料 以及達到我們短期的10萬筆的會員名單 那接下來 就由U-Robot2號來跟大家介紹 你們到底是怎麼做的呢 謝謝耀任 接下來我來講解實作的部分 首先 第一個是EDM的發放 我們如果一般收到研畫的EDM 上面寫著研畫工業電腦 你瞬間就會覺得非常的冰冷 所以我們是用這個方式來解決的 沒錯 有沒有看錯就是用漫畫 我們用U-Robot結論漫畫的形象 把它置入在我們的EDM當中 讓大家可以用一種更淺顯地懂的方式 來瞭解研畫的產品 接下來我們也會把成功案例放在EDM上面 總案例是敘述說 將U-Shot Plus產品 成功導入零售業者的整個經營的狀況 用文案的方式來展現出來 讓閱讀EDM的人 可以更明確地知道說 導入U-Shot Plus原來會有這樣的成效 接下來我們也會拍攝相關的訪談影片 我們以URUWA作為一個專業的記者 去訪問導入U-Shot Plus產品的零售業者 把整個訪談的紀錄拍成一部影片 但是大家看完一定覺得非常沒有Fu 因為訪談人又不是我 沒錯我們在影片的結尾 有置入一個網頁 它可以做一個360度的實境導覽 你用滑鼠拉一拉 就可以知道研畫產品的擺設 還有它的功能是什麼 可以更了解更深入情境一般 再來講完線上資訊的發布 我要講一下線下DM的推廣 線下研畫DM 可能是比較偏向比較冰冷 比較深硬的產品資訊介紹 但是我們用URUWA URUWA作為一個專業解說者 解說產品的功能 我們用它的活潑 來點綜研畫產品 讓DM可以更非常的親切 好 既然我實作講完了 我們總是要驗證它的成效 這個是從研畫後台的網站的數據 擷取下來的資料 而那個藍色的線 大家很清楚可以看到 它是網站的流量 我們做了URUSHOP URUSHOP PLUS的URUWA的方案之後 網頁流量明顯成長了18% 可以驗證到說 我們實作的確是非常有成效的 好 講完短期的方案之後 我要講一下我們中期的目標 旅研畫互動數量4萬筆 潛在商機需求1200筆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今天有提到說 我們會用10萬筆的顧客 並且留下他們的名單 我們再針對這10萬筆的顧客 加以縮限 用4萬筆的互動數量 互動數量包含什麼呢 包含你跟他信件的往來 跟他講電話 簡單來說就是把生客 變成熟客的一個概念 接下來我們再把這4萬的熟客 再縮限成1200個訂單的需求 就是他打電話問研畫說 請問像你們的產品多少錢 或是寄信給研畫說 請問你們的解決方案多少錢 為了達成這樣的中期的目標 我們執行兩個方案 第一個是線下的聚會 第二個是線上的社群經營 我們線下聚會又稱為零售小聚 我們會用研畫去相關的零售展覽 涉攤接觸一些零售業者 並讓他們留下資料 把那些資料上的會員邀請 來參加我們的零售小聚 我們會依照業態不同 擺墨賣場餐飲 會有不同演講主題 透過這樣的方式 增進會員與會員之間 或者我們研畫與會員之間 做一個更深層的互動以及交流 提升整體的互動性 接下來我講一下線上的社群經營 我們的標的是WeChat和LiteApp 我們是透過QR Code的便利性 輸入在線下的聚會 或是線上的社群平台等等 它可以快速的掃描 快速的訂閱我們的頻道 加入我們的群組 以WeChat為例 我們會在上面發放研畫的相關資訊 你可以隨時掌握它的動態的消息 而以LiteApp為例 其實一般你加入社群 最難的就是它不會主動跟官方聯絡 因為其實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本來就會有所障礙 你不可能毫無顧忌 四五忌憚的瘋狂問 延華的業務人員產品資訊 所以 而且第二點還有時間性的問題 你密業務人員 他一定是等到他眼光的時候才會回你 所以針對這一點 我們發明了一個EULA為形象 搭配它的人工智慧 它可以更即時更快速的回覆你 提升整個會員 對於這個溝通品牌的意願 還有提升整個溝通品牌的熱度 接下來 我們由我們EULA 3號講解我們的長期目標 謝謝智超的介紹 因為我們前面所述的 短期和中期的行銷方案之後 我們已經為EULA 3號成功累積了不少的會員數 但是我們要怎麼做才能讓他們長期能夠黏著於我們的平台上呢 甚至到未來以為我們一起共創智能零售的生態圈 而我們想做的是零售風向球 這個是一個跨企業且即時公平公正的產業資訊平台 一次網絡所有零售業者想要知道任何資訊 讓他們在擺盤之中只要進入這個網站 馬上就可以獲得他們想要的資訊 而我們的提供內容主要分三項 第一個是零售一級 我們會將零售業者常見的問題整合整理成懶人包 並且大家可以快速的下載 第二次最新消息 我們會整理出最新的零售產業趨勢 並且讓零售業者馬上就可以知道最新市場的脈動 第三最特別是我們有直播 就是我們以史上最夯的直播方式 親自去採訪零售業的經營大師 讓他們面對面傳授我們的經營手法 這樣也可以促進零售產業的發展 而我們最後沿華想要達成的目標是 藉由零售風向球這個平台 傳遞不智能零售這個概念 並且幫助零售業者賣上零售4.0 聽完我們上去的介紹之後 相信大家已經對零售業有非常大的了解 不過我現在想要請你們接下心來想像一下 自己在未來走在諸惠零售商圈中 進入家店後 你的手機馬上就可以收到 專屬你的個人化學校學期 並且在店內也能與設備互動 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購入體驗 大家是不是覺得非常難想像呢 這些在未來都不再只是個夢 你準備好 我們是中央商賣全球世界 全球派 謝謝大家 接下來我們馬上進入Q&A時間 由於對劉柯正總事長不能夠發問 所以我們由左手邊的白董事長 開始進行提問 好 專家上面的同學們 我剛才做了劉武董事長的二人訪談 我問他說 我們的UROBA那個概念 是你們同學寄出來的還是言話 原來就有 他說那是你們同學們寄出來的 而且是你們這次會入選決選 非常重要的一個理由 請問你們這個UROBA 除了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動畫 這麼一個interface 在你們的整個設計裡面 它也是什麼功能 主要的目的是 對B2B的功能 好吧 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好 那這題由我來解釋一下 那我們覺得這個UROBA 它主要具有的特性就是 顛覆一般人 原本對岩滑工業電腦的那個印象 就是設備 然後一些很複雜的數據 但是這個UROBA 你看到第一眼就會覺得 卡通耶 親切 然後你可能會 因為時間就三分鐘 我的問題就是說 它除了是一個很可愛的一個表現以外 它有什麼支持功能 它會為消費者 或者零售者 創造了什麼樣的價值 這個可能就要看到我們短期 一些實際的做法 還有中期那個 比如說上次我們那個LINE的那個AI 那就是我們拿它當作 來抗拒執行的一個功能 那個AI是剛剛自然有講過 它可以透過自動執行 就是對話 然後拉近看顧客之間的距離 就是這個形象加上這個功能 然後可以達到我們 預計的可以拉近顧客對岩滑的距離 你的AI是什麼樣的作用 答完這個問題結束了 你的AI請解釋一下 實際上就面對的功能是怎麼發揮的 我們AI的功能主要是解決即時性的問題 還有比較一些 不是那麼專業的 它是鼓勵的快速回復 比如說它會問它說 請問你這個產品資訊是什麼 它會貼一個網頁說 你可以參考這個網頁 但如果有更專業的知識的詢問的話 它會用後台傳遞給更專業的業務人員 來出來做一個更專業的解答 謝謝 我可以再訪問一下嗎 就是我們前面有做一個EDM的實作 那原本我們沒有 這個EDM是比較冰冷的 都是屬於只有文字 沒有那個漫畫的格子 所以當我們把這個EURO板 置入到我們這個漫畫 以漫畫的方式來呈現 讓我們的看到EDM的人 直接大幅的提升 因為原本我們沒有用漫畫的時候 會直接打開EDM的人 只有13person 但是當我們放進去EURO板 浪畫的動畫的時候 會打開這個EDM的人 提高到25person 對 所以這是我們認為說 這可以幫助他們更了解 我們這些複雜的產品 我認為 有一個U-SHOP的架子在這裡 AURO板的架子在這裡 對 謝謝 謝謝同學 接下來我們請 王振中總經理 我的題目大概主要想要淋去剛剛 我們白農長的問題 我想要請你們 是不是可以更清楚的描述說 你們所做的這個提案 到底要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是我們整個計畫還是只單就EURO板 整體的提案 那因為我們整體的提案 適應我們EURO板會助走 因為我們後面的中期 以及後面的長期 其實我們都有在置入EURO板 持續的去經營它 像是我們中期剛剛有提到 LINE上面我們會有 是人工智慧的這個功能 以及我們在線上 線下也都會出現EURO板這個item 來帶動我們整人研華 在介紹產品 或者是在我們辦活動的時候 更讓大家印象深刻 讓大家記住 我看到這個EURO板 就是研華 我看到EURO板 就可以代表研華 所以我們要做到的是 運用這個icon 來讓大家記住研華 這個原本只是 比較生硬的一個 做工業電腦的形象 謝謝 好 接下來請兩馬力輔助長 請問一下 你這十萬會員是 一般消費者 還是所有零售業者 小商家 這個十萬會員 這個十萬會員 這個十萬會員是我們從 那個大眾協會 兩百萬裡面的 從進行單 出發出來的 所以他們一般來說 都是做商業者 零售商業 那請問一下 你們在設計這個EURO板的時候 你有把 變成你會員的商家 裡面的東西也都可以物聯網化 所以他可以有 智慧商店 每個經銷存的數據 都會立刻顯示嗎 要看導入的產品 因為我們剛剛 有一張圖底下 顯示非常多產品 然後每一種產品 都會收集不同的領售資訊 然後回傳到領端 然後分析之後 然後用大工具分析之後 做主角色 回到店家 所以你每一家店 都可以量身定多 為他做分析 然後這裡十萬會員 還可以有一個整體分析 是這樣嗎 對 不同的產品之間也可以串 發揮不同的工程 所以你的目標 是銷售嚴華的這個 EURO板這個 就是人工智慧為主 然後你發訊息給他 同時你也收集店家的資訊 是不是這樣的過程 短期跟中期 是用來經營內務的會員 然後長期的話 我們就有一個願景 要推動什麼產業的前進 江土拚 我是生日商公司 所以我們就是做retail 這個的確是retail tomorrow 那當然這裡面 我想你們的簡報很好 我覺得這ROBA 很有帶來未來 這個機器人市場的概念 那當然你們的簡報當中 裡面分的 其實有一個是商業的策略 這個 Dance iuSharp 是一個商業型的競爭策略 可是你們後來 直接 執行方案 就包含你們要做 這個EDM的方式 或者使用式行動 branding 那當然 我覺得缺乏一點 是所謂叫做競爭性的評估 那我不然當中 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因為 以這種 電子POSE跟消費器人當中 目前有的公司 包含了一個 iChef 是徐崇文當中做的這一點 另外一個叫做 開店快手 這個在中興 保全大概在兩三年前 就提供出來了 包括他們的這個 一整個這個 電子 聯合家庭的智慧電網系統 都有 都已經有 那他們當中 他們在進行的過程當中 你們有沒有跟他做一個訪談聯繫 那這個當中的結果 是不是你們有參考過的 那我最後一個 因為這也連絡到最後面 因為你們提出了一個 900萬的行銷方案 那像你們一開始講的策略是說 沒有公司會願意拿錢出來 因為成本很高 除非他有帶動的確的回收率 不然花900萬的錢 要做多少業績 才可以這個return 那你們這個數字是哪來的 那你們要怎麼樣提供給業者說 我們花這900萬 我們可能賺幾千萬回來 那這個請你們 就做一個綜合的回答 謝謝 好那針對我們前面就是 剛剛總經有提到 iSHIP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有參考過 iSHIP的網站 但是我們後面有提到 我們會做零售方向球 這個零售方向球 跟一般iSHIP 其他網站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是以研發 是一個中立 而且是公正的角度 來去做這個網站 也就是說 在這個網站上面 我們會有競爭者相關報導 並不是說 我做這個網站 就只報導我研發的東西 因為我最終是要達到一個 立他的精神 也就是我們要構創出一個摺體 讓大家都一起加入我們這個 智能零售 這個生態系的行李 所以我們跟其他 iSHIP 甚至是其他 已經有在做這些 類似我們在最大不同的地方 那我稍微回答一下 那這一塊是整年度的經營 那包含一開始的影片 以及後面的置入 EDM或是DM上面 還有帶入實體的線下活動 那接著我們中期 其實是以線上活動的社群經營 和線下活動的零售小區 來做策略的置入 那這一方面我們會大概花費 是400萬元 439萬元 那最後的風向球大概是300萬元 那整體的評估呢 風向球大概就是以直播 或是其他的專業訪談為主 那 所以我們整體預估的是900萬元 好 我們接下來請邱總經理 嗯 我想先問你們 因為剛剛 楊木社長也有提到 你們的目標組織是Retail 2 是1 對不對嗎 就是會員 那你們針對的是比較 生意比較好的Retailer 還是生意比較不好的Retailer 會有不同的方式就對了 比如說 也有把線有在經營的 比如說一些會比我們家 大的生意比較好的 這些需求就是比較明確 那這些 好 我聽到 因為你們的問題也是 因為他等到時間會過長 所以說有沒有人會出錯 那這些Retailer他很忙 他有時間再去訂閱更多的頻道 參加你offline的Event嗎 我想回答一下 其實我們 年華一開始 我們有一個金字塔 就是上面是最 比較高層的 下面是比較中小企業的 但是我們一開始 會針對中小企業這個去打 也就是說 我們必須先讓中小企業 瞭解到我們這些 智能就是什麼 我們才會往上 但是上面那塊 並不是說我們不接觸 因為下面那塊 我們要用社群的方式 來去接觸他們 不好意思我認真的太好 所以你的目標準 到底是生意比較好的Retailer 還是生意比較不好的 我們兩個都問錯 但是我們兩個都比較重要 因為 因為PROACH的方向 我覺得好像 你提出的時候 好像是針對 生意比較不好的Retailer 所以你有很多社群小聚 他們可以offline參加一份 可是你在企業書裡面提到 零售業面的問題 好像都是針對生意比較好的Retailer 所以我有點misunderstand 就是你想要解決的是哪一方面的問題 我們提的那個是個案 因為那個排隊的問題 你說是生意比較好的Retailer 可是我們其實還有很多的產品組合 是可以針對不同的 所以他實際上會遇到的情況 去提供他的解決方案 對 所以其實不是只有針對生意比較好 那排隊是個問題嗎 因為排隊其實是一個行銷的方法 它反而會帶進更多的客人 真的讓他沒有人去排隊是一件好事嗎 我們做的這個解決 不是說讓他沒有排隊 而是讓顧客在排隊的時候 他的體驗不會是更不好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解決方案是 讓他有個叫號系統 我拿了號碼 我可以到別的地方先去購物 購網路回來 我有一個功能叫號碼再過來 但為什麼最後提出的是 訂閱頻道跟直播方法 來解決這些忙碌Retailer 他們等待 時候無聊的問題 就像好像沒有去解決掉這些 真的很忙碌的店家 他們所面臨到的困難 沒關係 這部分我相信等一下 可能請會 或者跟邱總經理報告一下 對 我們要控制一下時間 好 時間差不多了 應該還有好幾位要提問 我們請政府總 先不要緊張 好 我問你答 請問你們的對象是商店 也在問一次 對 好 所以你們的對象是商店 你們想要賣的商品 是研華的解決方案 是 所以你們為了要賣研華的這個解決方案 想出了這個 U-Robot這一個輔助的工具來取代人工 一家店一家店去Sales這個方法 對嗎 對 並且一開始是希望透過這個U-Robot 去Get到更多的名單 然後慢慢的去做設計名經營 把陰冷的這一些解決方案 讓他們多了解了以後 然後並且再把這個解決方案賣給他們 對嗎 對 好 沒有別的問題 黃總 再多一個問題 這應該蠻簡單 針對你們那個十萬比會員 也是說從兩百萬的Whatever 這個路上的名額上來 所以你們是有一個一定比例的這個轉換率 對 那麼你們打算多久時間 募到這十萬比 你們的那個成長曲線是怎麼樣 那這些十萬比的這個會員的長相是怎麼樣 你能不能描述給我自己 那十萬比 從兩百萬轉換到十萬比 我們預計大概是三個月的時間 對 然後其實後面還有很長一段的規劃 就是從兩百萬到十萬 然後從十萬到四萬 然後最後從四萬轉換到一千二十去 這樣 但是一個流程 然後你剛剛提到那個顧客的那個樣貌 可能就是從初到戲 一開始看十萬可能就是有興趣的 就是你進來 然後留下你這種方式 然後到四萬或者一千二的話 那他可能就是真的有錢在需求 或是他已經確定需要要購買 只是查在那個出行過程而已 謝謝 謝謝 好 因為剛剛 這不種的問題啊 相當的簡潔 所以其實我們還有挪矮的時間 你能再還給我 可以問嗎 可以可以 我再不問 我的那個 算第二小問題 我所謂的長相 並不是說它的興趣度 我的意思是說 一些有點像秋秋的那個問題 就是說 你想attract 因為零售範圍是非常廣 有沒有哪一些族群 是你們覺得 是會對這幾季裡的前十萬名 是最有可能的 high potential customer 那個來源可能是一種 相關的協會 因為我們才有許多協會 然後那十萬之中 我們有詢問那個企業的意見 然後大概是那些協會的會員 就可以占到一半以上的那個 預估的那個數量 那我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像是 因為針對大中華地區 所以我們在大陸的話 我們可能是不是以 聯商網或是上海公務中心協會 這兩個比較大的零售協會 下去做我們名單的獲得 那在台灣的部分 我們會以 中華民國購物中心協會 以及連鎖 台灣連鎖加幫會 這兩個比較大的 零售的協會 去獲得我們這些名單 再進行我們下一步 如何去達到十萬筆 甚至接觸四萬 達到我們最後 其實在上至一千兩百筆的部分 謝謝 謝謝 可以補問一下嗎 我也是聽的 可以補問嗎 就是說那個 聽的也是很積極的 就是你的規模 因為你有很大的啊 像資產商那麼大的 也是零售業者 又很小的 很社區的干嘛獎 所以現在你要問是說 你是零售還是餐廳 還是說賣東西也就算 是因為餐廳是歸餐廳啊 干嘛獎零售歸零售 然後規模 規模是譬如說 你從一個挑選標準 像生日餐 可能不需要你的協助 但是呢 社區在干嘛獎 或7-11也不需要你們 還是零售業 人家自己大盒 全家也不需要你們 需要 所以你的target的商店 是哪一類型的 哪一個規模的 哪一種賣哪一種產品為主 你有沒有一個 應該要設一個blog 還是想要的 那我們可能就會 就是 剛剛那個要在講的那個金字塔 在上方可能是數量比較少 然後規模比較大 下方可能就是規模比較小 然後水量比較多 那我們也就是針對兩個都會做 然後目前研華已經有針對上方 他們是主要用業務合衡的方式 那我們這個洗礦手段主要就是針對下方 用知名度先打開 然後常期待的大便 就是在那裡 就是所有的 像是研華現在有一個 研華自己的案例是 針對台北有一家服飾業 去做能力效應分析 以及熱能分析 對 其實我們 一開始 研華是以業務的方式 去跟這些大企業做溝通 但是下面比較中小企業的部分 我們是期望透過我們的社群經理 以及我們剛剛所提到任何方式 繼續的往下打聲 把我們這個詹咒打 對 那這是我們企劃的尊重和公表 好 市長經理 你們有兩分鐘 因為有提出的是 當我聽出來大家知道 你是透過這個Uroba 來做這個行銷的族軸 那這個Uroba 我確定在Reteller 他們的節奏程度高嗎 因為聽起來你希望的是廣度 那Uroba 市民是一個新的東西 大家對Uroba的節奏程度 你們有做過接受度的調查嗎 那如果你們透過的Channel是LineX 會不會爽大跟Toto 反而更吸引這些 MuToto 而是Compare成這個 這個 喔 我只是一個詢問 對 就 因為這機器人嘛 應該是我的愛的 大量複雜 不是很順利這兩個 哪個MuToto我喜歡 好 好 那我針對剛剛抽董 你的問題 就是LineX的 Toto跟那個 其實我們主要不是在 Focus在Toto的部分 因為 我們主要是把它當作一個溝通的工具 也就是說 這些中小企業 他們其實你們會發現 就算它是B2B 它一樣是在使用LineX 一樣在使用Line 去做它的溝通 所以我們不需要改變它們 既有的溝通習慣 我們是建立在它原本就有的溝通習慣 這樣把我們沿滑的進入門檻比較低 可以直接更方便的去接觸到我們這些 藏友LineX 對 所以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LineX 甚至是WeCharm 來當作我們社群經營的一個平台 好 我們這一組做出相當好的時間控制 我們謝謝中央山脈 領導好 西方 中央山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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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序山脈 中央山脈 中央山脈 恭喜 恭喜